現在時間是晚上的九點四十一分 我要來印我們的證件照 然後順便印給大家看啦 因為其實 媽咪明天早上要吃什麼 明天早上要吃什麼 我想一下好不好 你是問我要吃什麼還是你要吃什麼 要吃什麼 你是我要吃什麼還是你要吃什麼 我們要吃什麼 我們要吃什麼 我弄什麼你就吃什麼 我們要吃什麼 你要吃什麼冰箱沒什麼東西啊 我要吃圓衣蛋餅 蛤圓衣蛋餅 還有黑糖牛奶 好好我剛好去買牛奶了 好趕快洗澡了啦 我要吃肉燥蛋餅好了 肉燥 好肉燥 早一點 好我知道 不然你快把我先吃我就 趕快洗澡了啦 真的囉嗦 然後新店蔡林在檢查功課 然後今天有沒有抽到好的卡 嗯 今天有沒有抽到比較好的卡 沒有 沒有 然後我剛才把這印表機拿出來 想說拿出來的時候就想說啊 做個紀錄好了 跟大家講其實 其實自己印就是也沒有很困難啊 就是如果你有一台像這樣的印表機 這是米家的那個印表機 這東西其實我是覺得還不錯 而且價格很便宜 可是就是好像 因為現在人印照片那個需求度啊 其實很低 所以我記得上次淘寶啊 在推薦給大家的時候 買的人好像不多 因為其實現在照片的需求量 真的太低了 對不對 嗯?什麼? 欸我在講話 你老公在講話 我在看你這樣死 你老公在講話經理 要跪下知道嗎 呵呵呵呵呵 抱歉 那你不跪下至少要起立帳好嗎 喔不能扭動你的鼻子 你這樣扭動你的鼻子 我看 還在扭動你的鼻子 好倫你趕快去做你的事 謝謝 你覺得我煩了 你是不是覺得我煩了 嗯 我在看東西 好啦他不想跟我講話 好了 那我們就來用這個印表機 簡單講一下 可是我也不確定喔 反正因為也一陣子沒有硬了 所以 嗯 所以就不一定會順利啦 大家也看一下 其實讓自己硬的鼻子到底 是簡單還是難 只是米架這一台啊 老實說啦 你看他設計得很好 你看收起來就是這樣 因為 他的指甲就是在上面 可是我每次要打開這個指甲 我都要想一下 稍微想一下 他好像是要往前推 然後再折回來 就是這樣 所以原則上 他就是 我看一下喔 這樣子 然後再把指甲給 插進去吧 是從這邊擦 啊這是他的屁股 我是不是擦錯邊了 沒有擦錯啊 沒有擦錯啊 就是這樣吧 沒錯 就是擦這樣子 然後接著就是 裝他的 我看有沒有造型圖 應該有 我把這個拿到那個 我把他放在這邊 然後接著就是 插他的電源 插他的電源 其實他真的很簡單 然後因為我原本設定 就是家裡的Wi-Fi 所以不太 不太用擔心 那趁現在 因為我覺得他 連Wi-Fi需要點時間 趁現在就 撩一下老婆 你在做什麼 你為什麼剛才在偷吃 那不是 我不知道誰都要洗衣機 為什麼都要偷吃了吧 不知道誰都要洗衣機 欸你 你iPhone 11 Pro 用這麼久 你有沒有什麼新的 讚 那你現在你看 你是不是也用AirPods Pro 真的好用齁 比AirPods好用 嗯 Pro真的比較好用對不對 我就覺得有新的 為什麼要用舊 而且他可以修片 他你是不是 檢查片子 或什麼時候是 剪片的時候是沒有問題 剪片我沒試過 剪片我還是肉帶QC 你下次可以用這個剪片 試看看 真的 真的啦 那你 說你愛你老公 乖 乖 先聽話 好 接著我們來用 他的Wi-Fi應該連上了 然後 我先把米家的APP打開 那我等一下等開好 我再把手機 轉過去 好 我先 我先把它切換到 因為這台是設定在公司啦 所以把它先切到公司 好 然後目前我是看到這個 還沒有在線上 好 我等一下按一下 看他有沒有在線上 正在初始化小米 照片 打印機 好 之前我用了他的APP 其實是真的非常的簡單 有夠簡單的簡單 他還在還在跑 好 我不確定會不會馬上成功 如果不會成功的話 就要把 印表機再新增 或者reset 之類的 還在跑 還在跑 不曉得要跑多久 我不知道 有時候來 就是可能 就會想說 要準備放棄了 要準備還是去給外面印 可能會比較方便 可是他還在跑 有點久 他的WIFI燈沒有在閃啦 WIFI燈為什麼有人在 什麼 等一下 還在跑 好 欸真的很 你看喔 其實 不知道為什麼 欸 上次用好像 不會這樣子 反正你就陪著我一起來研究一下吧 接下來我要怎麼辦才好呢 他還沒有跑出來 如果我用新增設備 他會不會是因為 好 我用新增設備 我看看 啊 我知道 有可能 因為我剛才WIFI沒有打開啦 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 他有 因為這有點類似 雲端的列印 所以我不曉得 也不確定 是不是因為 他們沒有在同一個區網 這也是有可能的喔 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 好 有可能 剛才因為我的WIFI沒有打開 應該是這樣 有沒有 直接就已經 就是他正在 OK了 那我就用正鍵照打印 然後接著就是問現在 欸要兩吋的啊 一吋的 越南天正是兩吋 兩吋還是一吋 兩吋 兩吋 接著我就來按兩吋 給各位看 很簡單 兩吋 然後我剛才照了蠻多的啦 選一張 先選 這張 這張好了 好 還OK 你就把 好 就是 反正就是這樣 好把這個放進去 看有沒有 光線比較好的 這張光線有點 這張也可以 好 這張 高一點 高一點 這張光 光線比較 好像比較 正常一點 除了頭髮太爆以外 其實沒什麼問題 好 反正大致上就是這樣 然後 就確定 然後 應該是 我不用調整 應該是不用調整啊 因為那種 拍出來的時候 然後 打勾吧 按錯了 我應該不用調整啊 好這樣 OK 它產生了四張 喔 四張 那接著我就按 列印 希望它能夠正常 好 其實我應該把背景再弄白一點 不過應該沒關係 背景弄白一點 其實就是 嗯 它軟體應該可以稍微再做一點 修正 不過沒有關係啦 一點點 正在下載文件中 好 感覺上啊 好 它說我沒有把它放在紙盒 以處理 好 它說我沒有放在紙盒 好 那可能沒有裝好 我把它裝好一點 喔 我裝反了啦 真的是 這樣 好 以處理 很久沒用 就是會這樣 好 它就開始 它的相片只會往後推啦 所以 後面的線 最好是這樣 好 很好玩喔 它這個app有沒有 兩吋 好 等一下大家再看造起來會是怎麼樣的 好 OK 還OK啦 哦 這樣看起來 接著我要打印 接著我要打印貼納的 返回首頁 然後一樣再用一次針戒罩打印兩吋 那因為我剛才也有幫貼納罩 好 少女皮膚就是比較好 少女皮膚就是比較好 不太需要 有沒有 就是皮膚很好 非常好 這張可以 那我就用這張 有沒有其實它就是很簡單啊 就是把臉 跟頭對準 跟耳朵大概對準 就 不會有 大問題 好 那接著我們就打勾 那要不要增強什麼的 不管它 齁 就先不管它 欸 這是什麼 喔 這是角度啦 角度我稍微 調整一下 等一下 好 角度不要動 然後 下一步 一樣四張 離印 好 它就開始離印 我覺得印出來好像比螢幕上稍微 好看一點 我自己感覺 接著就 印天啊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印的速度還蠻快的 齁 然後它是從後面 這樣子 它這種技術啊 其實以前我們會講 它是吃色帶的啦 就是它 如果 它就是 一盒裡面 就是多少巷子 配多少色帶 都是固定的 你在笑什麼 你在笑什麼 它一定開抗噪模式 不想理我 欸 當初我們有買它的耗材嗎 還是沒有 有啊 你有收起來齁 怎麼了 我只是問你 我怕用完嗎 好像有買了 我記得 對我記得我也是有 我們有買它的耗材 然後它就是多少 就固定的啦 你就是印完這些 因為它裡面是 跑色帶的 所以可能它的色帶多長 就是配合多少 的相片用紙 然後就是 都是 用好的 這個是心電猜靈交代我的事情 還不錯耶 可以的 你看這樣可不可以 看一下 沒嗎 你女兒的有可能不行 為什麼 因為她耳朵沒有全部跑出來 我看看 只要頭髮碰到就不行 頭髮碰到就不行 對 沒有這麼嚴格啦 就是這麼嚴格 上次辦那個 台胞證的時候 那個人為什麼叫 沒有看到 我剛剛我說又有耳朵 然後就說因為耳朵 沒有看到全部的耳朵 沒有看到 我照看我剛才照的 有沒有全部的耳朵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有沒有 我挑一下有沒有 比較好的 照片 我 我挑一下 都差不多耶 不然明天再重造囉 她在洗澡 都差不多耶 今天這樣已經算OK的了 其他的其實都差不多 因為我自己感覺啦 因為我這個是用 就是用廣角 就稍微比較廣角的照 所以他這樣子取緊的時候 耳朵就是比較 他是這樣廣的嘛 然後距離又很近 不是像一般用長膠在拍 所以耳朵就會照起來就是比較不明顯 所以要特別注意 好就是這樣囉 跟各位分享好的 掰掰 下次再弄啦